我們在18、19頁這裡講一樣的事情 但是呢 只是針對 就是語音這一塊呢 給大家看到不一樣的處理方式 我先問一下大家 因為今天很多老師都有帶 你的 筆記型電腦來對不對 請問有獨立顯卡的有沒有 你的筆電有獨立顯卡的 有嗎 沒有 我上課鏡頭就是很多啦 所以隨時可以cue一下 因為我現在課程都是混成的 所以我都要兼顧線上同學的觀感 因為線上同學如果這樣看到我 他永遠都只看到我對不對 可是 如果他看到某某同學 活生生活跳跳在現場 他就會感覺到我是在這堂課上課 而不是 只跟老師在上課 這個很重要 好 有沒有老師你的是有獨顯的 大部分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這裡會 有一個問題就是 老師你會發現 如果 我們的那個 AI的部分 因為他很吃 你的那個 硬體的效能 所以 為什麼 我們現在 那個揮答 股價會那麼高你就知道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需要 比較快的電腦 運算速度對不對 顯示卡 如果你沒有的話 他就會 很慢 因此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在 AI OpenAI 他的那個 產品裡面 我們現在最熟悉的就是 ChipGT 對不對 就是文字的部分 可是呢 他除了這個 還有什麼 還有圖像生成的部分 叫做 答一 答一 這是他第二個 但是其實他還有一個 是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就是所謂的 這個語音辨識 所以我們現在 18、19頁就是跟大家介紹 這個語音辨識的部分 老師你先想看看 你們有沒有用過 Google 或者像對岸有一個叫 要檢印 他有這個叫做 語音辨識的功能 如果 老師您用 曾經用過Google語音辨識 你會發現 口語化的 這個 一般對話 其實都沒有什麼 太大問題 但是 如果您在 這個對話過程裡面 有所謂的 中音夾雜 甚至有提到 專有名詞 那這樣子 錯誤率就會很高 因為他用機械式的翻譯 他 只會根據 前一句 或者後一句 他講的內容 去稍微做 判斷 可是呢我們用AI翻譯的 你會發現 他的正確率 就會高非常多 尤其呢我用這個中音夾雜 或者專有名詞的時候 錯誤率會很低 但是沒有辦法達到100% 這是一定的 我們自己講話也是一樣 所以您看 我先給大家 比對一下 事實上 我現在的這個 上課的那個 影片 我們上課 以我來講 上課其實都會錄影 都會錄影 所以其實 如果時間允許 我大部分就是都會幫 這個影片加字幕 你有沒有感覺到上課老師要錄影還要加字幕 做很多 以前 Google翻譯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做 但是後來我發現 因為他的錯誤率太高 就是我們會講到一些專有名詞 中音夾雜 這樣的情況 所以其實效果不是很好 那 怎麼辦 所以 我後來就不做了 但是今年開始 只要時間允許 我就再幫他做上去 為什麼 因為速度快 是一個原因 第二個 他的正確率提高比較重要 因為字幕 要有 可是 有錯 這樣就等於沒有 對不對 好那等一下我會讓大家去 感受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這一塊 這個 你看 像我用了這個 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邊 這邊 來OK 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這個AI不只是能夠辨識 他還能夠做一件事情 你看如果我們上課的時候有同學對話有沒有 老師跟同學對話他還會知道喔 他還會幫你說這是 比如說講者A講者B 你看 像這個是老師講的 多賺到一點點有沒有 這個是同學問的你有沒有發現他有把我刮號 對喔 你看我們看後面一個 後面這個才更好笑 這個是已經要下課了 老實說沒有問題我就下台了 你看連掌聲都有可以嗎 這樣可以接受 而且他真的辨識率還蠻高的 還蠻高的 那你看到像 現在大部分他的正確率都有達到九成以上 甚至我還有 達到九十九趴的 真的很厲害 那 這個是我就實際 測試 實際測試這樣子讓大家清楚一下 好 好那我現在呢 就跟大家介紹 因為18頁這個是要安裝在 應該說是用在 下載軟體在你電腦上執行 但是這種方式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的電腦效能不足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 有錢跟沒錢差很多 好所以呢我們用19頁的 這叫眾生平等 用虛擬的 借用Google的虛擬服務 您就可以達到 比你自己 買 電腦還來的快的速度 因為他 達到快10倍 9到10倍 也就是說你有10分鐘的 錄音或影片檔 我只要怎麼樣 1分鐘左右就做完了 這樣效果會比較好 而且重點是平板你可以用 就不挑嘛 反正你只是透過網路 做一個界面而已 這樣您了解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喔 來您看 這個地方您可以先 找到 打開我第19頁這個介紹文章 第19頁這個 好 OK 那第1件事情 我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說其實 除了 你現在用的我介紹這兩種方式以外 其實現在慢慢的 外面也有一些雲端服務 有提供這種語音辨識的功能 那我提供的這兩個他們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如果用的是外部的 包括老師我們用ChipGT 請問 你問的這些資料 會不會被 他拿去再做訓練 會喔 這個在ChipGT 那個設定裡面有一個選項 他有告訴你你的資料是會被怎麼樣 再拿去運用的 所以 當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 有一個疑慮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學校裡面 可能有牽涉到同學的隱私的 或者是這個是開會內容不太適合 比如說你看像信品的 這就不太適合放到外面去對不對 那 你如果有這種 隱私的需求 我不希望我的資料流落在外面的 你就可以用我提供的這兩種 方法 因為 他這兩種方法都是什麼 都是在你的 電腦裡面 就是說自己的資料上面 他不是傳到外部的伺服器上去做 運算這樣子 這樣子 比較不會有 就是資料外洩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問題了 其實你看像在台灣裡面 像這個Vocal AI 廣告也做蠻多的 這個其實效果都還不錯 反正他們用的都是同一個來源 只不過透過不同界面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導師可以參考 那我們現在就請大家 您找到這個 我們現在用的第2種方式就是使用 Google的coLab coLab它是一個虛擬主機 也就是你在上面呢 只要執行了 那我就有一台假的電腦 好像 這個 就等於說我沒有買這台電腦但是我可以執行 執行他 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運算 那麼第1件事情呢 第1件事情就是說 老師你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我發現 有些學校的那個Google帳號 因為有限制 所以他沒辦法註冊coLab 所以如果萬一老師你待會試看看 點下這個連結 他告訴你說網頁無法開啟 或者是有問題的時候 那可能就是 學校的那個帳號有限制 你可能就要用 一般的個人帳號 來做註冊的動作 這樣OK嗎 好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好來你看 我先打開 你先確認一下 你能不能 像我這樣子打開 來 來老師先試看看 先看看 如果可以的就沒問題 不行的 就請你切換帳號 好 現在大家確認過之後沒問題了 來你往下走 往下走 我這邊步驟1這裡 因為這個是別人寫好的 然後 放在GHub這個開源的網站上 所以您可以把 這個網址打開 這個網址打開 好他本身就是用 那個Python 寫的 這個 程式 好 您打開之後呢 會看到 他 有一個 這樣子的 界面 那 左手邊這裡有個叫Notebook 好來我打開給各位老師看 你就會比較清楚 點開 我們用他執行完全都不用考慮你電腦 的這些效能 來您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 叫做Notebook 這個就是他已經幫你我們寫好的 那您點開他之後就可以在collab這樣的環境去執行 有沒有找到的 這邊 來你看我把它點開 你會發現就進到我們剛剛 這個裡面來 我這裡放大一點 像這樣 他就會 進到他寫的程式那老師不用 不用擔心那些程式你看不看得懂 因為你只要負責Play就好了 你只要負責Play就可以了 來你看 你看喔 下面這裡 有沒有 前面有個Play 先檢查一下你的GPU 好我就Play一下 這樣就把你的這台虛擬主機開機的意思 好那我就告訴他要執行 接下來他就開始執行他的程式 你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 你的虛擬主機就打開囉 那如果執行完了他會有一個綠色的勾勾 表示這個步驟已經執行完了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您看一下 滑鼠滑過去你就會發現 他給你的還不錯喔 你看 總共有 13G左右的RAM 然後有 80G的 那個硬碟 這樣可以 13G的RAM應該都比各位老師現在 大部分的 筆記型電腦的記憶體還多了吧 對不對 好 那第一個步驟就完成了喔 接下來我們往下走往下走 你找到 第二個 有沒有 這裡還有一個 他需要安裝一些什麼那個函數庫啊 沒關係就把他按下去就好了 你都不用理他 他完成了 他會告訴你 這個是先好像我們有一台電腦先開機 然後把環境 建置起來 好 那這個動作呢 其實 如果您有多個影片 或者是多段的MP3 需要做處理的 那 這個動作就只要做一次而已 好 你看反正他 做他 該做的 那你就 負責 監控就好了 好 好了 你看我第二個步驟執行完了喔 接下來還有喔 這裡 這個是選項 如果老師呢 您 希望 我待會 轉換完之後 直接幫您存到您的雲端硬碟 您可以授權他可以存取你的雲端硬碟 好所以 這個就看你要不要 如果你不要 沒關係 這個就不用執行 好這個不用執行沒關係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往下看 這裡 因為chip GT呢 他的那個 語言模型是有分 很多不同種的 這個大小 你看 他有最小的 Tiny的 基本的 Small的 中間的 還有Large的 就大的 那預設呢 他就載入大的 好 那一般來講 您可以看到 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他需要記憶體 是比較多 越大的模型 代表他的準確度會提高嘛 可是相對的 因為資料量比較大 所以他需要比較大的記憶體 好那這個你也不用改 我只是 簡單 跟大家做個解釋 好那你看喔 我就執行就好了 按一下 他一樣 會開始 把這些內容就載入 所以有沒有感覺到你來這邊只要負責Play而已 對不對 你只要Play一下 就OK了 那前面這三個步驟就是 這一台 虛擬主機 開啟之後 他需要的 環境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但是事實上 就是 你都不用改 就只要負責他 執行就好了 剩下的這兩個步驟呢 就真的 你要告訴他 你的影片 在哪裡 你的影片在哪裡 還有你的語言 是哪一種 那 這個影片呢有兩個來源 第一個 您如果是放在YouTube上面的 你可以取得他的網址 然後就放進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您放在雲端硬碟上的也可以喔 放在雲端硬碟上的也OK喔 所以 如果您是放在雲端硬碟上的話 你 只要把那個雲端硬碟的檔案 我找一個給您看一下 我應該有一個練習的 在這裡 好這個 好您看到這裡 這個是我上傳到 雲端硬碟上的 我們講過這個資料就不外流嘛 對不對 你在雲端硬碟上 你只要把它取得 您自己的 你把它共用 這個共用就知道 好 把它設為 知道連結的就好了 知道連結就可以 反正你自己知道就好了 那我把這個連結 複製起來 然後呢 你就可以拿到這裡面 你看喔 在這邊 有沒有 Video selection 老師如果在現場你要測試 你就 去 網路上YouTube找就好了 你就找一段 影片去把它取得連結 比如說您看我在這邊 好 到我們家部落格 YouTube頻道 看到 好 我看一下 OK OK 這裡有一段 那我們順便補充一下 好的 好 像在這裡 您就找到 在這邊 分享 所以YouTube上的也可以 雲端硬碟上也可以 你就把這個網址 複製起來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拿到它裡面去喔 好的 我 用剛剛那一段 你看 網址我就貼在這邊 把它貼進來 這個是我雲端硬碟上的 這樣就好了 然後呢 它就 你就按下去 它就開始幫你分析 如果呢 你的是影片 它會幫你把 聲音擷取出來 那因為我這個已經是MP3 它就沒有做這個動作 所以它速度會比較快 好 擷取完了 它已經知道說你的檔案在這邊喔 接下來呢 你要告訴它 請問 你的這個語言 就是你要辨識的語言是哪一種 那預設它是英文 所以我要把它改變一下 變成繁體中文 對不對 好 來你看 在右手邊這裡 這個地方 有一個 你可以選擇 ZH ZH就是繁體中文 好就繁體中文 就是說您自己先確認一下 如果沒有問題我就可以按下play囉 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我現在用的這一段是一個 教育廣播電台的 那個 廣播 的擷取 來你看喔 待會呢它就在這邊 產生出來囉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開始產生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他會告訴你 什麼時間到什麼時間他講的什麼樣子 這樣了解了嗎 因為這一段呢 其實 不是那個 主持人的喔 這個是一段那個演講的 我特別找這個是因為 來我給各位 稍微看一下 聽看看啦 已經快30年了喔 那我把我看到了 山林的一些 樣態 介紹給各位 第一個就是 盜法的形態喔 我尋采的前10年 早期的早期 好這樣老師有聽到對不對 他不是那種主持人 那個自證腔圓那一種喔 所以 你來看看 他有沒有照這樣把它翻出來 有沒有這樣擷取出來 像這樣 山林的樣態 有沒有很OK 對不對 因為他講的 也算是專業領域嘛 就是尋采緣 他這位 這位講者是一個尋采緣 所以你看 都像這樣子 很正確吧 65%有沒有 65% 對不對 那我看一下 他比較沒有講到那個 就是中音夾雜的比較少 像這樣 好那 這樣是不是我們就可以得到他的那個 語音轉文字的結果了 所以其實很快 好真的很快 那 好了之後呢 如果 你覺得OK你可以再做後面的 因為他會幫你把這些文字 再把它做合併 然後 語句再把它 縮減 不過 這裡喔 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我做了這個之後 我是覺得他的這個動作 有點可惜就是他把每個字 有沒有都中間多一個空白 你如果覺得這個可以接受 你可以 可以就是到Word裡面再去把那個空白移除 好那 一般來講我是覺得這樣比較麻煩 所以我就沒有在這邊 再把它 就是繼續下去 因為其實如果你 剛剛 在那個 上面我們不是有個選項嗎 是不是可以直接存到雲端硬碟 如果你這個有授權他可以存取 那 做完剛剛那個動作他就幫你存到你的雲端硬碟上 好那是我現在沒有那怎麼辦 所以呢 我會做一個動作就是 到 我們這邊我會建一個文字檔 把剛剛那個內容把它貼進來 好你看喔我在這邊 好回到這裡來 剛剛他翻譯出來的 就取得這個內容 我就Ctrl加A 按右鍵複製 好我就可以把它拿到這裡來貼上 這樣是不是就 我就有一個 這樣的文字檔的內容了 對不對 好 那 如果老師您是 不是做影片的 你會不需要前面這個 時間的格式 假設我們是開會記錄 那我是不是要文字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都沒有關係 那 現在呢我再借助一個 一個服務 就是 那個字幕的編輯軟體 我往下走 其實這個軟體的部分我有放在 這邊有一個連結 有沒有 簡報的 那個 19頁這邊有一個連結 我從這裡 打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subtitle edit 它是一個 就是字幕編輯的 雲端服務 那我用這個服務呢 只是來這裡汆燙過濾而已 就是把它 變成符合我們要的格式 那您看我在上面這邊 操作一次給您看 我把剛剛那個文字檔打開 好 找到 我們的 這裡 桌面上的這個檔案 你看 哎 好 好 有 出來的有沒有 像這樣 那 我打開之後我只是做一件事情 就直接把它下載 好如果你把它下載了 那他就可以拿到 我們的那個YouTube 當成字幕檔放上去 如果您要當作 會議記錄的文字資料 就直接輸出純文字 Planetase就是純文字 它就是只保留文字 你就不用再自己去處理 那些 就是 聲音的那個 時間點 像這樣就可以用 這樣老師大概了解意思了 所以 我們用 18跟19頁這兩個服務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您今天如果您的資料 不適合放到公開網站上的 您透過這樣子 不管是用自己的電腦 或者用虛擬主機 你會發現 這樣子 處理起來 可以節省比較多時間 又沒有資料外流的 這個 這個問題 好這個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的 好 那 校長已經站在這裡了 我知道我的 我的時間你快到了 所以 我想我們透過這些 其實我後面還有蠻多的 但是沒有關係 就是 老師您都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 反正我都已經寫了 就是網路上 您都可以再去參考一下我這些文章 如果剛好 您有這個需求 就可以 試看看 因為 真的 把AI就當作是一個 一般的工具了 你不要再去說 我今天要學AI幹嘛 不用特別學AI 就好像以前我們 看到很多公司都特別強調 我是科技公司 現在不要特別強調 我是科技公司 因為不用每家都是科技公司 好 那 我們呢 下個禮拜 下禮拜在清水國中的 我們會介紹 有一個 就是那個叫做 Viru 這個很好用的 影片製作軟體 好 那他一樣 有 包括 發圖文成片 或者是 文字轉圖片的 這種AI的功能 那麼老師呢 如果有 機會 或者有興趣 也歡迎你下禮拜 就來清水國中玩一玩 感受一下 到底跟用 威力導演 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現在呢 製作影片的方式 真的變了 所以你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而且呢 用這個部分 沒有版權問題 最重要是沒有版權問題 OK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